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全新春日造型 吸睛又帅气 网友直呼差点没认出来 这样的王一博真的许久未见了 新物料一出来 就充满了十足的春日气息 着实让人感叹 有点不认识了 不知道何时 突然发现王一博的短发造型 是真有少年感 最近被王一博的造型给迷住了 整个人超级精神干练 还有点奶乎乎的即视感 这次王一博的造型 着实惊艳了很多人 毕竟最近一直没有太多他的消息 如同销声匿迹了一般 但是他的各种讯息却层出不穷 好多人都在说 时刻数月后 突破不知道王一博到底长什么样了 这个灵魂拷问 确实直戳人心了 这个说辞 说得倒是特别的符合喜欢王一博的人 都说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可是对于王一博而言 可是实打实的差不多三个月未见了 自然是思念成疾 再见有点似曾相识 还好 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 品牌方送上了最新的物料 清新淡雅 营造浪漫氛围的感觉 真的好适合 春天的绿色是一份淡雅的清新 看到王一博最新的照片 真是有点惊喜 王一博的品牌方 果然是最懂粉丝的人 知道大家都在想看看他 这立马就给安排上 生怕错过了一样 各种的丰厚礼物也一同打包而来 这是一年最新的开始 自然也是最具有仪式感的开始 绿色西服套装 配上白色T恤 挨压 看着这张又嫩又奶的脸 真是醉了 真没想到 王一博的短发 会如此地拿捏人心 分分钟都想说 这孩子看起来又小了 不到麻烦 实在是没办法呀 扬眼的既视感 就是给人赏心悦目的好心情 这是春日里的限定礼物 收下了 收下了 最后呢 还是要说一下 王一博虽然忙着 潜藏于剧组拍戏 刻意降低曝光率 这是对演员这个职业的尊重 小伙伴们哪怕是在想念 都请保持克制 这不是还是各种的物料 可以看吗 说实话 剧里产生美 小别胜心欢 惊喜的出现才是最大的馈赠 经历过了爆火后的王一博 好资源地清洗 对他而言 是机遇更是提升的时刻 把握好了 未来的道路对他而言 是顺畅很多的 其实 纵观这么久看下来 王一博的个性属于那种 不喜欢张扬的 并非舞台上的那股热情似火 他其实更喜欢低调隐藏的那种 只不过他在一个青春 有活力的年纪 绽放了自己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人喜欢他 黏着他 时时刻刻都想要知道他的讯息 这对于王一博自身而言 是人气带来了关注 带来了热度 但是也同样牺牲了自己的时间跟空间 对于他后续的发展并非客观 还是多给他一点空间 让他真实地体验生活 才能创造更好的作品 来回馈于大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